2022年3月19日 神秘蛇刀人在中国大陆南方再次出现 和以往所有蛇刀人预言不同的是 这次蛇刀人说出了影响全中国人命运的终极预言 令人闻言震惊不已 观听看地走近神奇 这里是信不信有你 大家好我是李明 最近一位推特网友上传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有人在摆弄着两把崭新的菜刀 一把双刃黑饼 这把刀看上去与普通的菜刀不太一样 另一把是木制刀饼的菜刀 就是我们通常家用的菜刀 伴随着反转的菜刀 我们可以听到一个南方广东闽南口音的男子 在叙叙叨叨的说着话 不仔细听还以为他在介绍菜刀呢 仔细一听就吓了一跳 发布这段视频的网友的账号 叫做网路国赵武界 这名字堪称别具意味 那意思就好像是 不管你网路怎么封 我照样武界任我行 把这段录像的录音 放慢速度仔细听 听清楚了吗 都说了些啥 我反复仔细听了好几遍 发现这是录制视频的人 在叙述见到舍刀人的过程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舍刀人说 虚日流流 什么事都有 虚日流流 什么事都有 第二句呢 是 当日下午 见到有个人 推了刀去卖 刚刚我过后要用刀 所以就问他 几多钱一把 见到有个人 推了刀来卖 正好今天我也要用刀 所以就问他 多少钱一把 第三句呢 是 他说 他说 跟我有缘分 他的刀只设不卖 我就问他 为什么 第四句呢 是 他说 他就来收钱 第五句呢 这样 我又问他 什么时候来收 不过 视频中的语音 并没有留下 具体收钱的日期 导师发帖的博主 加上了一句 他说 今年纳月十余元 明年就收十元 过得明年 不要钱 但是博主 也没有给这个舍刀人的预言 做出任何注解 那么这舍刀人的预言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舍刀人的预言 到底准不准呢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在最新舍刀人预言出现之前 出现的舍刀人的预言 2020年12月22日 舍刀人重现江湖 出现在了河南省信阳市 新县城南的一个村庄里 舍刀人当着大家的面 摆出了两把菜刀 一共要价是130多元 并告诉大家 这刀现在不收钱 等明年了 也就是2021年了 再来收钱 还说明年大家身边 会有大事发生 如果挺过了这一关 日后必能大富大贵 一生平安顺遂 这舍刀人的言下之意 就是说呢 如果明年买刀的人 还活着就给钱 如果没了呢 就不收钱了 不过呢 当时舍刀人呢 并没有讲 大家身边将要发生的 大事是什么 许多人听了 都觉得障儿和尚 摸不着头脑 结果2021年的7月 河南省果真爆发了水灾 震惊了世界 从2021年的7月17号开始 郑州 新乡 开封 贺壁等地区 连续降下了大暴雨 尽管河南省的气墙台 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但是雨势过大 降雨量填满了32座大中型水库 再加上官方无预警的泄洪 导致民众被困 死亡惨重 到了7月26日 河南省的大多数城市 由于受到暴雨的重创 就像水上的城市一样 根据陆媒披露的数字呢 直接受灾的人数 达到了1209.74万 农作物绝收面积 达到了108.9千公顷 直接死亡人数达到了69万 实际上啊 由于当局的刻意隐瞒 具体的死亡人数 依旧还是个名 在这场灾难中活下来的人们 无不充满了失去亲人 失去家园的悲伤 还有更多难言的痛苦 却无处无法表达 只能埋藏在心中 此时人们才突然意识到 蛇刀人的出现 绝非偶然 真的是玄机暗藏 往前推呢 就是2021年7月24日 蛇刀人的预言了 就在河南水灾的同时 网络上传出 在湖南有一位男子 在路上遇到了蛇刀人 蛇刀人告诉他 2022年的8月天会降大雪 到时他再来收钱 不下雪不收钱 2022年的10月份 会有大事发生 也就是说呢 如果在2022年就是今年了 这两条预言都成真了 他再来收钱 不过呢 这位蛇刀人同样没有说 将会发生什么大事 据说啊 遇见蛇刀人的这户人家呢 家乡就住在湖北洪安县 与河南新县交界的地方 再往前推 就是30多年前 蛇刀人留下的预言了 那时有蛇刀人说 当农村的田地没人种 房屋没人住的时候 再来收钱 那个时候啊 大家听着都觉得非常可笑 怎么可能田地没人种 房屋没人住呢 结果呢 随着大陆国进民退的发展 人们怎么也没有预料到 30年后 为了当上城里人 大批农民 离乡背景 进城打工 农村真的出现了 田地没人种 房屋没人住的景象 最可怜的呢 就是无数的留守儿童 无人照顾 见不到爹娘 蛇刀人的预言 再次阴烟了 还往前推 就到了抗战时期 相传呢 蛇刀人在东北 被当时驻扎的 日军追捕过 因为呢 蛇刀人预言 日军将被赶出中国 如果那天来临 他们再回来收钱 可想而知 这样的预言在当时 会是多么的受百姓的欢迎 不过呢 这样的说法 传到了日军耳朵里啊 就引发了日军大力搜捕蛇刀人 听当年的老人讲 日军抓走了不少蛇刀人 蛇刀人在被抓捕时还说 如果自己死了 欲言成真 到时候 自会有人来帮他收钱的 大家可以放心的 把钱交给他 又往前推 就到了清朝的光绪年间 这段蛇刀人的故事呢 我在蛇刀人是人吗 那期节目中 有过详细的分享 今天呢 就不赘述了 没看过的朋友 可以去看看 无论是老一辈 知道蛇刀人的人 还是现代接触过 蛇刀人的人 在心底的深处啊 对蛇刀人呢 都是心怀莫名的敬意的 这不仅仅是因为蛇刀人 通常都是在大难之前 挑着担子 用蛇刀的方式 来传递天象的变化 也不仅仅是因为蛇刀人的预言 最后都一语沉沉 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出现 是因为怀揣一颗 拯救黎明于水火的慈悲之心 不愿见到百姓 葬身于无名 让善良人能逢凶化己 人们的敬意是来自对蛇刀人 善心的感恩 对天意的敬畏 如今呢 蛇刀人不再挑担子了 有的改骑摩托 有的改退退车了 而且啊 和以往比较 如今蛇刀人的预言 更显得格外不同 过去呢 蛇刀人预言的时间间隔 短则数年 长则十几年 近年在民间出现的蛇刀人的预言呢 相隔的时间都非常的短 讲述的呢 几乎都只是下一年 即将要发生的大事 或者灾难 完全打破了以往 蛇刀人的趁雨时间跨度 那么 这一次蛇刀人的预言 有没有可以参考的解读呢 今天呢 我们遇到了两个有关 2022年的蛇刀人的预言 一个呢 是2022年8月天会降大雪 2022年的10月 会有大事发生 另一个呢 是集团崩红传城 坏人死绝灭 好人寒冤得雪 2022年8月 如果指的是西元公立 那么差不多就是农历 或者阴历的6月7月间 一提到六月飞雪 人们自然而然的 就会联想到巨大的人民冤情 因为数百年来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 六月飞雪 就是豆娥冤的代名词 《猎女传》中 记载了一位东海校父豆娥 被无赖诬陷 又被贪官乌判冤杀的事件 元朝剧作家关汉清 将东海校父事件 改变成了戏曲 感天动地豆娥冤 成为了中华传统戏曲的名剧 被后世86个剧种上演 广泛传颂 豆娥自幼丧母 父亲豆天章是个穷秀才 津津赶考 没有路费 借了寡妇菜婆的高利贷 一年后 因为无法还债 豆天章就把女儿送给菜家 做了童样媳 豆娥长大后 就嫁作了菜家妇 两年后 丈夫去世了 豆娥就和婆婆守寡在家 当地有一个无赖叫张驴 和父亲无意间救了菜婆一命 趁机就住进了菜家 并要挟婆媳 与他们父子成亲 豆娥不同意 张驴就设计陷害豆娥 一天菜婆生病了 豆娥做养肚汤给婆婆喝 张驴就在汤里放了砒霜 想毒死菜婆后 逼豆娥成亲 没想到菜婆不想喝汤 张驴的父亲 却阴错阳差的喝了毒汤 一命呜呼 张驴想把杀人的罪名 挂在豆娥的身上 就告到了衙门 在暗中用银两贿赂支府 支府就用酷刑逼供豆娥 豆娥打死不着 支府就要挟要打菜婆 善良的豆娥心疼婆婆 就含冤取召了 行刑当日 正值六月酷暑 临行前 豆娥要监长官 在骑枪上挂上一条摆布 他对天启示说 如果我豆娥是冤枉的 刀过头落 一腔热血都飞在摆布上 半点不沾地下 生死之后 天降三尺锐血 掩盖我的尸首 从今以后 则楚州抗旱三年 但见刀落之时 鲜血直见百步 没有一滴落地 瞬间乌云蔽日 天降大雪 紧接着楚州大汗三年 豆娥誓言无不应验 后来豆娥的父亲 在京城应试高中 奉旨去楚州探查明晴 发现这里竟然三年 一滴雨都没有下 心想必有冤情 一天夜里 他在灯下翻看豆娥的案卷 只见灯影一闪 豆娥冤魂出现了 细说冤请求父亲主持公道 豆天章细审此案后 决定为冤死的女儿平反 宣布豆娥无罪 张链判死罪 楚州大手受罚 当冤案一了 大雨立刻从天而降 这就是为什么后人一提到六月飞雪 就自然而然的与人命冤情 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了 很显然 两个蛇刀人的预言 如果叠加起来解读的话 其真实的含义就更为清晰可见了 八月大雪意味着八月 还有大的冤情将会发生 十月有大事发生 就意味着冤案得以昭雪 但是如果冤案想要得以昭雪的话 就必须集团崩 红传沉 坏人死绝灭 这样好人才能含冤得雪 那么这个集团是个什么集团呢 其实后一句红传就给出了答案 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说法 坊间都将中共的政权称作红炒 中共建党也是在浙江省嘉兴南湖中的一艘红船上 中共一直将这艘红船当作该党的象征 如果红船沉了 那不就意味着中共集团的崩溃了吗 彼时所有参与迫害中国人人志士 善良民众的中共走卒 自然就会决灭了 好人的冤情自然也就会得以昭雪了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中共红潮后遭受过中共迫害的人都有哪些呢 且不说1949年到1975年之间 经历了土改正反文革迫害的民众 仅从最近30多年来 中国民众所经历的迫害就有8964 99年法轮功修炼团体 基督教家庭教会 709律师大抓捕 新疆维吾尔集中营等大型人权迫害 和种族灭绝犯罪 民间普通民众所遭受的人权侵犯案件 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因此海外评论人士认为 蛇刀人预言中所说的坏人 讲的就是以上对人民犯罪 身负血债的人 据了解海外有一个退党的网站 累计10名化名退出中共党员 团员队员组织的人数 已经达到了4亿多人了 更多的人苦于无法翻墙出来 无法得到这样的资讯 可见明星之所向 分享到这里 大家觉得 这蛇刀人最新预言一出 是不是意味着大审判大清算 很快就要到来 坏人的大限真的就要到了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蛇刀人 这次的预言是否会再次应验吧 如果大家有什么高见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好了 我是李明 这里是信不信有你 分享视角 共享资讯 与您一起看世界 欢迎大家留言提问 也可以告诉我您想听的话题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